Hello,大家好,我是Rony,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Rony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妆容 那今天的这个妆容呢,是比较运动风一些 然后有一点点可爱的感觉 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一次的视频了 我们现在开始咯 首先呢,Rony选用了FANCO的这一款 SunGuard 30 Protect UV的这一款防晒霜了 那它的SPF呢,是30倍PA3个加 因为眼看呢,夏天就要来临了 我们本身呢,就会因为夏天出汗而烦恼 如果防晒霜再是油腻腻的感觉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很不舒服的 那Rony呢,选择了这一款防晒霜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形状首先像水一样 就说明它是很水润的那一种 并不是油腻腻的那一种 那我们涂在脸上的时候呢 就不会感觉到很油腻的感觉啦 接下来呢,Rony就用的是 Lenage兰芝的这一款Lumi Block Primer 来做隔离啦 Rony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隔离 是因为它有很好很好的控油效果 对于这一款的隔离跟控油的效果 我只能说是非常的神奇啦 我非常非常钟爱这一款隔离咯 接下来,Rony就会用Lenage的这一款 Water Supreme Primer Base 这一款底霜呢 来做一个肤色的调节 那Rony用的这个紫色的底霜呢 主要是调节面部的暗黄 跟肤色不均匀 Rony选用了IoPE的这一款 鼻鼻霜啦 那Rony选用的颜色呢 是N21的白皙颜色 那因为我今天想做一个 比较清透透气的妆容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 用粉底液来做打底啦 至于IoPE的这一款气垫BB的粉质状况呢 Rony之前有在视频中简单的介绍过 那大家都可以去观看Rony之前发布的视频 BB Cream Products Rony私心产品分享 BB霜篇 来了解这一款的BB霜粉底啦 接下来呢 Rony用了Nage的这一款 Forever Definite Compact Foundation 这一款散粉来做定妆 那Rony选用的颜色呢 是San How Sandbeige这个颜色 那在刷子上面呢 Rony选用的就是Mac的这一款 187号散粉刷啦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用散粉刷沾上散粉之后 在脸上打圈圈咯 Rony呢 会先将眉毛梳理整齐后 再来换眉毛 那Rony呢 选用的是Suomura的这一款眉笔 最后呢 Rony还会用小刷子 在眉毛上刷一刷 让颜色变得更均匀呢 OK Eye shadow time 现在呢 Rony选用的这个眼影呢 就是DVL 一个韩国品牌的眼影啦 那它的颜色呢 是114号 那这个颜色的名字呢 哇 很好听 是Candy Kiss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呢 是粉粉嫩嫩的 然后带着一点点 bling bling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哦 同样 接下来 Rony选择的 也是DVL的 这一款眼影 它的色号呢 是503号 名字是 Heartbreaker 那Rony会用这个颜色呢 在贴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做一个颜色的加深 最后呢 Rony还是会用DVL的这一款眼影 但它的颜色色号呢 是501 名字呢 是Kimono 这个颜色呢 是比较特殊的颜色 那它的英文的意思 翻译过来呢 是和服的意思 那Rony个人也觉得 它有一点点 京剧的风采 当然呢 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呢 只要我们用一点点 这个颜色就OK了 不然的话 会显得 有一些夸张哦 Darling Wink这一款眼线笔呢 Rony真的是比较 推荐大家使用了 它真的真的是非常好用 而且前面的毛刷呢 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那不管是我们画 细腻的一些眼线 或者是粗一点的眼线 它都可以很完美的完成哦 那今天Rony画的眼线呢 并没有将眼尾的部分 拉出来很长 是希望能够眼睛显得圆圆一些 这样会有活泼运动一点的感觉咯 同样 Darling Wink的这一款削笔状的眼线笔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Rony今天用它来做一个下眼线的增强 那只要是我们轻轻画一点点就OK 不需要画太浓的下眼线哦 因为眼影呢 Rony选择的是粉红系列的 那所以呢 我们腮红方面也要选择同一系列的腮红 那这个颜色腮红的名字呢 叫做Azalia in the afternoon 那这个颜色的腮红呢 会有一点点粉粉的感觉 然后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不会涂上在脸上很夸张的那种感觉 当然如果你涂得很多的话 也许也会出现高原红哦 那Rony呢 接着会用MEC的这一款 Mineralized Skin Finish 来做脸部的提亮 现在就用睫毛夹 让我们的睫毛翘起来吧 加过睫毛之后呢 Rony就会用我的最爱 HR爆纹的这一款睫毛膏 来涂睫毛啦 这一款睫毛膏真的是超级的赞啦 这里有给大家对比到 刷过睫毛膏的睫毛 跟没有刷过的另一只眼睛 差别真的好大哟 这一款睫毛膏的睫毛了 我认为你的什么睫毛膏 那我认为你们感觉 在这里有减早的睫毛膏 我认为你感觉 我认为你感觉 什么睫毛膏的睫毛呢 我认为你感觉 我认为你感觉 都能感觉 你感觉到不兴地 但是你感觉到不兴地 我认为你感觉到不兴地 你感觉到不兴地 你感觉到不兴地 到这里Rony就全部画完了 看眼影跟指甲的颜色也很配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如果你喜欢Rony这一次的video的话 就给我一个赞咯 Rony也很开心能在下面的留言板 跟大家做一些美妆的小交流啦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一次Rony的分享啦 那也希望今天Rony的分享 也可以用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去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给大家听我的手机铃声 超可爱的哦 给大家看我的新鞋纸 我好久没有压腿了 我好久没有压腿了